為什麼我會想談這個669呢? 就是Paul Wong問的 因為我想他做一些動作的時候 其實可能很多投資者都跟他差不多 因為他說669 他原本是140元買了 但是上星期就被人 星期四就被人震走了 就130元就估出了 他現在又看到創科又升了 大市氣氛又好像好一點 他問又應不應該去罪犯 那你首先就回答了他的創科 其實現在應不應該去罪犯呢? 我很喜歡你這條問題 因為其實很多次逐個碼去解說 解一天都解不完所有人的答案問題 但是情況就在於 有時候在技術分析 或者在操作的心理上 去跟大家去做一些功夫 我覺得你們會自己解決到自己的問題 散戶有一個流閉 就是很多時候 很害怕就走了 第二天一升會很後悔 接著到現在為止 以前呢 他們那些軍線呢 十二十五十一百二百五 就順序排開這些多頭排列的上升 那這些呢 應該就是一路放紙妖就沒問題 那管在三月的時候 大家都可能會又被他嚇一嚇 但是其實那時候你有沒有看到軍線有打亂啊 死亡交叉 有沒有看到有些十天二十天線 打穿條五十天線呢 一切的利好多頭排列的軍線呢 如要破壞呢 就一定條五十天線呢 就有死亡交叉 沒有嘛 那結果一直都可以啊 跌完 百三跌到百一後來都可以回到百五元 但是現在就有問題了 你看不看到十天二十天線 一起插穿了五十天線 又一起插穿了一百天線呢 其實這隻股 已經確認在五月份變了頂 現在只不過是一個跌浪裡頭的反彈 暫時動一下 暫時彈一下 暫時橫行 暫時直跌 但是其實已經變壞了 那所以你不要用回一月到五月那種走勢 你就說覺得這隻股呢 放心買得了 逢是調整 股後都會上升到 不是 肯定不是 五月份已經變了頂 而且現在已經是一個跌浪的中間 又不是尾段 又不是初段 是已經跌了兩個月了 股後呢 其實是還會繼續向下跌 不要貪圖在一個跌浪裡頭 偶爾彈幾天 接著你就會覺得它要見底 不是 正如1024快手 有一隻這麼弱勢的股份 常常破底 都會有時一日半日是厲害的 一日半日升一升 但結果都是一樣要破底 創科不是說要怎樣破底 創科是很強的 基本因素很厲害 但是呢 我覺得它震著震著落 有機會可能要落回 譬如百一 那些位置都有機會 所以不需要因為今天反彈 而特別覺得IOS不應該離開 或者不如再買 不同了 那個走勢的了 它現在肯定已經是一個跌勢裡頭了 好的 Paul又可以記低了 Steven 第一句就跟你說 千萬不要買反彈 叫你不需要追了 咱們